欢迎收看财经Expresso 晚上好我是威命马上来掌握今天的财经消息 亚洲股市都对美国减税和联储局委任新首脑的事项静观起变 因此马股在国有细股大跌以及外资持续出走的情况之下 全天微跌了0.12点 必是时报1740点93点 汇率方面 投资者看待美国税改 拖累美元下滑 带动亚洲货币普遍上升 不过马币对美元回落 截至下午眼报4.2310令吉 交投数据显示 外资卖出5159万令吉 散户也卖了1096万令吉 本地机构则买进6255万令吉 接下来有钱 不来外单元 首先来看销声匿迹的大马富豪刘特佐的消息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由刘特佐持有55%股权 位于纽约曼哈顿的44层楼高酒店Pakland Hotel 日前以10亿美元公开拍卖 不过据说没有买家出价竞标 不只是说没有人出价10亿美元购买 Pakland Hotel是被美国司法部充公的其中一项资产 随后在洛杉矶联邦法院的批准之下获准出售 而出售之后所得 其他股东分配之后 刘特佐的股份则由美国政府充公 接着来关注 可口食品被追税近600万令吉的后续发展 早前内陆税收局 基于该公司旗下厂房及机械设备 不符合税务奖业标准 因此向可口食品追讨税务 对此该公司财务董事戴绢华今天指出 在咨询了多家知名税务公司和熟悉税务条例的人士之后 可口食品是符合奖业标准的 当然我们也跟几间比较 最后来看大马9月份的净出口数据 首先在出口方面 按年增长了14.8% 达到783亿令吉 虽然依旧保持双位数增长 但却低于市场预期的18%增长 同时也隐隐逊色于7月份的30.9%和8月份的21.5% 在进口方面则增长了15.2%至697亿令吉 所以9月份的贸易盈余从8月的99亿令吉收缩至86亿令吉 下降了14% 那么今天的财经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